那在接下来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把2013-3的所有公司资料放到什么 2013-2月的下面 让它合并变成一个大的档案 所以这叫合并档案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点选2013-2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功能 它放在这个Powclay编辑器 这个套件的常用 附加查询 第一个附加查询 好所以常用这边 这边请点附加查询 的附加查询 那现在就只有两个档案 所以现在我是在2013-2 所以我这边我就选两个档案 那到时候如果你这边 要附加三个以上的档案 你就选这一个 现在是附加两个档案 所以这边就直接选 它会提供你 考不可以目前加目前 可以 好可是我们现在要选的是另外一个档案 确定 我们这样就做完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2013-2 里面它下面 下面你就可以看到 看日期 看日期 这个是2013年102年2月22号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2013年2月 那你拉下来拉下来 再继续拉下来 好 不过在这个地方 它只会暂时让我们呈现1000笔 除非你要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像我们现在到700多了 201 这边是1月31号 其实2013年2月 它是指1月跟2月合并在一起 反正你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你就会看到3月 因为现在资料已经开始变多了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直接点这个 往下 就往下 然后呢 你去载入更多 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用递减 递减的方式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10203 拉过来一点 有没有看到 1020329 这就是3月 2013年3月的资料 可以吗 好 那 只是为了要证明说 他已经布交进去了 他已经布交进去了